直拍正是公球这个平面公球的原理 这样你看手肩肘这三点固定一个平面 那个拍子呢它要跟这个平面重叠 在一个平面上就好 这样你公球就有一个完全是用身体打的力量就出了 你看这个力量 你看这个面自己的想象的 手肩肘肩手肘 这是三个点固定一个平面 那你直拍呢你看 直拍的时候这个拍面跟这个平面也要重叠 也在一个平面上 你这样整个身体力量就出来了 这个打 那有些人握拍撇着 他这撇着握拍呢 他就会抬走了 他就会这样 那他的平面就没了 这个平面就没有了 还有耸肩也是 耸肩 这个平面就全都没有 一定要注意 拍的面和你这个 这个平面啊 接着我走这个平面 重叠在一起 这个球打着一个力量就出来了 你看 就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说握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握拍不好的话 你的平面就会没有 你撇着握拍 你这走 你看起来 这平面就乱了 就这个平面和这平面 就折了 所以说 纸板正受公求 这个平面的力量 非常非常重要 我试试了 你看起来 这平面的力量 这么快 我看起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